中文字幕 李宗盛 就不是這樣看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現在長大的時候 我們眼界變得更狂 我們從國外外國人 甚至是說 從其他人的這個嘴巴裡面 再回來看我們以前 膜拜的那一些有沒有偶像 對啊我們真的知道說 哇原來世界不是我們所想的那樣 所以我覺得 有時候我講一個 這不是陰謀論 我講說政府都試圖想把自己的人民弄笨 我覺得這個自古以來都是這樣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之之 對 老百姓不常常要太多 太多就會亂 你看香港的例子 跟前陣立法院的例子都一樣 所以笨才好控制 所以他就是不要你太多的自由意識 不要你太多的一些 我今天不是說在吹捧哪一個黨 我是說你用這種方式 你不讓國會議事進行 那就是很蠢的 你丟了那一張就表示你有道理嗎 不是嘛 你蘇貞昌再怎麼樣不對 你讓他上去被他公幹都好 讓老百姓知道原來你政府決策是這樣的嗎 但是你做了這樣的事情 不會有人覺得你比較高尚 而且站在我們動保人士眼睛來說 那根本就是流氓 對啊 下戲下景真的怎麼辦 國會殿堂的人都這樣講 都不知道我們怎麼教小孩 很誇張欸 所以有時候 像是校長講這樣的話 那你有沒有跟校長溝通說 那未來我們該怎麼樣面對這一切 因為已經是繼承事實了 校長就很有魄力的講說 我要想辦法 我在國小的時候 我就會讓我的小孩有這樣子的 概念跟觀念 就是說 不是萬般皆下品 唯有讀書高 對 以前就是都這樣跟我們講 有沒有 很奇怪 到底是要跟他講出來 感謝李遠哲啦 真的 到處都是大學 謝謝他 真的 朗諾貝爾的 很厲害 你就只要讀書而已 你也不要這樣 所以 我就覺得說 這個校長的講法非常好 他現在就在培養小孩子 他不是說 在國小就培養他什麼專業技能 他說哪有可能 這麼小的學不去 他是要 提供他們有很多元的 興趣發展 像我昨天有一個朋友的小孩 因為他是單親媽媽帶三個 很不簡單 那個媽媽是很慘 他那個大兒子就不喜歡去學校 然後他高中被寄了27個警告 也拿不到畢業證書了 昨天他就叫我跟他兒子談 因為他兒子想要學表演 他就跟他兒子說 你就不要念松山高中 你就轉學去滑崗什麼 你就走這個了 然後我就說 對啊 你看納豆的例子 他一直到達成的喔 全家人都反對他去走演藝生涯 只有他阿姨 讓他支持而已 人家現在拿金馬獎了 所以我覺得 本來就是 不是只有唯一有讀書高這件事 你如果有興趣你好好做 你就往這方面去出團 都學會 做個有用的人就好 你不要做一個米蟲 其實這個社會很缺乏專業的 我們現在講執行端的技術人員 譬如說 我們在說 自己操縫自己的話 什麼做工的人 就是所謂這些做工的人 其實做工的人薪水超高的 那個時薪一般人比不上的 對但是很缺啊 對啊你看做幫忙 做幫忙 對啊 這些都很欠的 他一個薪水超過10萬塊很容易的 他以為他真的付出很大量的勞力 在做這些事情 但是你會想說 父母健康都要說孩子 躺來個學校 成績多好什麼 都這樣啊 所以我很討厭回去同學會 就是這樣嘛 因為我沒嫁沒生 但如果說他們有嫁有生 大家都高中大學 你小孩拔到拔到 你就會覺得 暴露年紀沒有關係 我可以坦承 我當初為什麼不是選擇當媽媽 就是這樣 我覺得這社會 根本就是一個很變態 異形的社會 很變態 真的 不是比你老公多少錢 你家開什麼車 房子埋在哪 小孩讀哪個學校 都是這樣啊 現在很多大人就是家長 我覺得家長他沒有 應該要自己先看清楚一下自己 我們常常在說 小孩你不要看3C 你不要幹嘛 可是所有的家長都寧可低頭 看手機玩3C 也不願意聽孩子說話 對 然後我其實我是今天早上的時候 我有發 然後或者說我們會 學校會有教 那我到家也是這麼短短的休息 時間我還在跟我的小孩 在教他什麼什麼 我覺得很累 我想休息這樣子 我覺得多數的大人都會這樣 都會就是 我覺得是這樣子在做的 然後我 其實像我今天 我就反省了一件 我自己的那個 小的在我旁邊 然後那時候剛好我在工作 我在看我的手機 那事實上我在工作 那小的在跟我聊天 他就說 你知道他講他學校的事情 我跟老師講了什麼 然後老師做了一個什麼表情這樣子 然後我就看著我的手機 我就說嗯 嗯 我就嗯啊嗯 你沒有仔細聽 沒有仔細聽 然後突然就沒聲音了 你知道嗎 那雖然我還在看那個文章的時候 然後我聽他怎麼 小孩沒聲音了這樣 我轉過來看的時候 他其實眼眶是濕濕的 天啊 他眼眶濕濕的 所以今天帶他來是對的 對 他眼睛濕濕的 而且能夠相處的時間不是那麼多 我也是單親麻麻 我不是每天都可以看得到我的小孩 可是我卻沒有在 我能夠看到的時候 好好珍惜 我還在工作 我覺得這就是 你知道嗎 世界上最遠距離是 明明你在我面前 結果大家都在滑手機 對 那真的是很悲哀耶 那我現在好像傳Line給你 哈哈哈哈 我也來傳一折 我也來傳一折 我們在錄Podcast 然後我們現在用手機其實在聊天 你看我們上次怎麼講 那次講什麼 人死留Podcast 我真的覺得我們在死之前 一定要把這些話說出來 你看 我們錄完那集之後 他們真的 小飛俠就完勝了 我就覺得說他應該也是 最想要告訴大家 珍惜彼此相處的時間 因為你不知道意外什麼時候來啊 對啊 不是嗎 好來年輕人說 其實我覺得 你們的相處模式 比我跟我爸還好 真的喔 你爸應該還很年輕吧 你爸應該五十多歲而已吧 欸 有五十嗎 我想一下 差不多 他很小 快來六十喔 喔你爸比較晚生你的 我是最小的 因為他比較小啦 喔了解 我是第三個 爸爸比較嚴肅 他 對他比較嚴肅一點 他 他 就是那種很典型那種傳統這樣 他不會跟年輕人 他已經退休了嗎 他退休了 退休還是跟你很少接觸喔 對因為 他 他從小就不會跟我們溝通 他的工模式 他 第一個工模式他是責備 批評 他不管什麼就是 你 比如說 你今天在學校可能做什麼事情 你不開心 他就說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然後開始批評一下 就變成久而久之你不喜歡跟他溝通 對就變成 我們這種 新生代會覺得說 那我為什麼要跟你講 我不要跟你講就好啊 反正我不跟你講就沒事了 為什麼我要說出來 說出來 然後讓你再罵一個 我心情又更熱 九二九十兩個就很像陌生人 很像同居者的關係這樣 對 我覺得這點還蠻無奈的 你知道嗎 因為就會變成說 我們可能就會去 在外面找一個father figure 我講英文會不會有點假掰 就是會去找一個 另外一個崇拜的偶像 比如說你就是喜歡接近火山哥 你就覺得就很像副植輩 可以教你很多事情 但是有時候我們自己心裡那個坎過不去 就會很悲傷 你看像這次親愛的房客 那個導演鄭友杰 他其實家庭背景是很好 但是他說他爸爸就是一個日本華僑 所以他對於小孩子的教育 就完全日本式的 那個多嚴格 然後他一路成績很好啊 建宗念到台大 他說他喜歡電影就休學了 他爸氣到把他趕出家門 他說一遙等來不要叫老爸 他說他們在家裡面就是這樣 他爸講台語 可是又是聽日文 他不喜歡他兒子講華語 就沒想到鄭友杰就是一路在電影圈都是這樣 拍的都是華語片 就因為這樣一路這樣隔閡 沒有再跟他爸講過話 然後他這次就寫這個電影的劇本的紀念爸爸 他其實有時候專訪講到這一段都哭出來 他爸爸也是走了 走了往生了 他說他那時候是去基隆看景 一路從大五輪哭哭哭哭哭哭到山下 想爸爸這樣 所以我覺得很多事情就是這樣 因為孤位也是這樣的情節 因為我們這個頻道本來是做影評的 但是你會覺得 為什麼現在一直在寫這種跟親情有關的片子 因為對我們來說太重要了 所以我現在站在一個爸爸的角度 我現在來就是整合一下你們剛剛講的這些東西 比如說我們的剪刀手他說 他爸爸跟他的這個相處的模式是這樣 然後變成說他們就沒有話可以講 但我現在認為說 我現在就會告訴你說 那你就要準備當個破兵手 就是說 他的溝通模式過去是那樣子的 可是你可以想辦法去改變他 或者是你可以先釋出善意 不是說我們等著使徒人來給我們釋出善意 是我們就先去跟他 我們就來破兵吧 爸我來跟你聊一聊 或者是說 你想辦法去找些話題跟他聊 你主動去親近他 我跟你講剛開始你很挫敗 剛開始一定會很挫敗 可是慢慢慢慢的 這個事情很奇怪 我們都講說叫做 豐育子 豬育子 對對對 子育養親不帶 所以很簡單 你今天去做這件事情就是 我至少我先主動 去跟你表示友好 不管你過去的教育模式是怎麼樣 但現在我夠大了 我大到我可以 換我換我來跟你講 怎樣才是正確的相處模式 趁他還在的時候 就這樣子 叫做 你要試著在趁他還在的時候 你去試試看 你試過了但無效 那你就沒有遺憾了 有一天他走的時候 你會不會覺得說 幹 為什麼現在他沒有機會 我沒有機會 我沒有機會去跟他說 你愛他 就像我媽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他就對於這種 嘴巴上面講說 愛不愛這種事情 他是很非常 他就是 排斥 對他就是講不出口 對我媽媽也是這樣 對 但是我就會鼓勵我的 女兒說你去跟他說 因為我跟他說有點怪 因為我每次去跟他說 我每次去跟他說 我媽我愛你的時候 我媽一定想說 你在外面做什麼事情 對他就在說 你做什麼事情 你直接說就好 我告訴你 我現在心臟不好 你要說的是你想我清楚 那我就叫我女兒 我就鼓勵我女兒去 跟阿嬤 去做這樣的動作 那其實我也在 就是藉由 有時候趁亂嘛 就我女兒在亂的時候 我就趁亂 也來告白一下 也來跟我媽說一下愛這樣子 對啊 我覺得說這個變成說 老人家既然是這樣子的 那有沒有辦法 由我們主動出擊 你懂我意思嗎 因為我不想要變成一個這樣的大人啊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 我發現我爸爸是一個這樣的人 那我現在開始思考的是 如果有一天我當爸爸 那我要成為一個什麼樣的爸爸 然後再來喔 我現在要換頭喔 我要來反攻 要攻佔我的爸爸了 用愛來攻佔他 我要在他活著的時候 告訴他 這是你以前做不到的事情 現在我來做 由我來做 沒關係 因為我長大了 所以我現在 我要回來跟你講說 我就是愛你嘛 你就是我的爸爸 阿你不能接受也沒關係 但我一定要跟你講這件事情 我覺得華人 或是說台灣人 正對愛這個東西 就覺得很smooshy 哎呦呦 肉麻 你知道嗎 這講得很卡 對 而且有很多大人是迷信的 對 比如說我們華人有一種迷信 就是不能稱讚人家的小孩子 長得漂亮 跟養得好 比如說你去看人家的嬰兒的時候 你不能說 哇你小孩吃的 吃得這樣白泡泡 你都不能這樣講 我們華人 就是為什麼給寵物取名字 要取很爛的名字 夢幼啊 夢幼啊 夢幼有沒有 以前是給人都取這種名字 那邊牛仔的啦 有沒有 他就是 狗蛋 對對對 我跟你講 因為就是有一個迷信就是說 你很熟 你最在乎的東西 很怕他 天就收走 對 天會把他收走 叫天度英才 真的 叫做天度英才 比如說我很難過我的朋友小飛俠往生 說你不要再難過他會把你接走 你不要再哭了 就也是一頓跟我講這種話啊 對 就是這個東西就是這樣 就是華人會有這樣一個 機會在 所以很多 大人他其實並不是 生了自己的小孩之後 又不喜歡自己的小孩 是他不願意表達 因為他很擔心他的小孩 會這樣莫名其妙被帶走 對啊 所以他只是偶爾就是說 因為你知道那時候這麼險沒事 他怎麼可能會不去跟自己的小孩聊一下 而是他也不知道要跟小孩聊什麼 而且再來就是說 我們看到很多那種電影都是很 抑鬱的有沒有 比如說我們看那個 飲食男女就好了 狼熊 對啊 他明明就是很想跟他的那個惡女兒 最像他老婆的那個惡女兒 他叫他起床的時候 本來也是很溫柔的叫一次 然後他沒有反應之後他就 嘿 起來囉 對不對 他就變成那樣子 對 這個東西我們都可以從這些 影片當中去看到就是說 喔那個那個年代的人 是多麼的抑鬱 多麼的 要壓抑自己的情感 然後 他可能是因為很多 我們沒有辦法理解的原因喔 第一個我剛剛講那個明信 對不對 第二個就是說 他讓孩子覺得 太多愛的時候 怕那個 嚴格的東西 嚴覆的那個角色 會歪掉之類的 他就覺得說 喔這樣子小孩子就會不怕他 小孩子就會沒有分 沒有分寸沒有規矩 所以你知道那些人多辛苦喔 其實剛剛火山哥講齁 就讓我想到這一陣子 我在追了一個 英國影劇叫做王冠 已經到第四季了 第四季在講大那王妃 嫁進去英國王室之後 遇到的事情 我覺得還不錯 蠻好看的 那因為我是先看完 第四季整段之後 我再回去看第一季 你知道那王室婚姻多可憐啊 你看他就可以那種就是 就是不愛江山愛美人啊 然後就變成國恥啊 然後就變成家庭之間的一些 分分合合的想法 然後而且溫莎王室 每個人都是離婚的 只有女王沒辦法離 其實他剛開始結婚的時候 他是跟菲利普雄 關係很不好的 可是又不能離婚 所以你看其實在 都不用講台灣 在英國也是這樣啊 就是壓抑保守 然後很多東西就是真相 沒有辦法浮現 然後大家就ㄍ 你騙我我騙你 那為了維持面子 那就是面子兩個字 面子真的 然後我是覺得說 其實就是家宅有難念的經 我們就試著表達我們的 關心跟愛就好 但是我真的覺得 很多情況之下 大家還是要一個彼此的關懷 像因為剛剛在進來之前 我有分享我這陣子 被朋友言語霸凌 但是我不覺得他是一個 非常糟糕的人 但他就是喜歡用言語霸凌別人 因為自卑嘛 所以我就覺得說 其實我們自己要有這個 成長 面對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用怎麼樣一個 比較高EQ的方式 來面對他 因為相信火山哥其實 面對心善 很多人都是這樣形容你 可是 真正在遇到的時候 你要怎麼去化解那個糾紛 我覺得那就是 需要社會經驗啦 對啊 通常你怎麼建議呢 比如說老師 遇到那種 忤逆的學生的時候 就想要站下去 或是很想提罰他的時候 你該怎麼建議 其實我建議的 不是只有老師而已 比如說我們都大人就好了 做北部也是 我們做父母親的最喜歡的是 去跟小孩講說 我在你這個年紀的時候 你知道我已經在幹嘛了嗎 對對 有沒有 這是我們最常聽見的一句 教訓的話 對 或者是說 其實你不是在教訓 你其實只是想要 告訴你的孩子說 我在這個年紀的時候 我其實已經在幹嘛了 就是你只是很單純想要讓他知道 或者他聽到他耳朵都是教訓的話 而且 他心裡面想的就是 你講的就是屁啊 你說我在你這個時代年代的時候 所以我在家裡做工作 我已經是怎樣怎樣 我才沒有像你這樣每天拿著手機 我跟你講 反應快一點的小孩會講說 你那個年代有手機 沒有手機 反應快一點就會問你說 你那個年代有手機 所以你抱著什麼小說 你抱著漫畫 或者是 你在那個時候可能 你就是喜歡畫畫 你喜歡彈吉他 你抱著吉他 你抱著你的畫筆的時候 那個都不算是嗎 你懂我的意思嗎 對對對 就是說 我們喜歡用這種將心比心 可是有時候我們要考慮一下 那時代背景 不小心會比錯 就是我們不能說用這樣的方法 你要講的是一些比較內在的東西 而不是說跟外在條件有關係 所以我在你這個年紀的時候 我就會 體諒我的爸爸媽媽 而不是說不要看著手機 你今天希望他不要看手機 對不對 那我現在我的講法會說 我在你那個年紀的時候 我爸爸都不想跟我聊天 因為他們都很忙 對啊 他們都因為工作的關係 可能因為心情不好 或是怎麼樣 所以我們之間都沒有在聊天 好可惜喔 我真的希望我不要成為那樣的父親 我跟我的小孩不要像 當年我跟我的爸爸一樣 所以我們現在 有空了 大家要不要好好把手機放下來吃個飯之類 你用引導的方式 而不是用告誡 或是用訓話的方式 對啊對啊 因為我跟妳講啦 很簡單的啊 你會達到目的嘛 這就是手段的問題 對啊 啊你把大聲 洗聲才會好 你怕他把我 你收起給我收起來 這樣子 你要這種權威的方式 我跟你講他就是離你越來越遠 真的 他就是躲起來 他就跑去上廁所 說我要大便 然後跑去廁所 然後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 對啊 啊你要去廁所罵他 然後他要進房間 然後你去房間罵他 啊你們直接剩下這樣子而已啊 你不要這樣教孩子 你就不要鬧了吧 對啊 有時候想一想說 我覺得在這時候 將心比心 反而是把自己 變成小孩來想像 如果我今天也是 14歲 15歲 16歲的年輕人 我擁有一個這樣子 這麼有趣的東西 那我真的可以控制自己嗎 對啊 我就做不到了 我憑什麼要求我的小孩做到 對啊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不要用要求的啊 你要跟他一起創造更有趣的東西啊 我最近又講了一個理論就是說 毒品跟管制類藥品要分開來講 對啊 對對對 管制類藥品是管制類藥品 可是毒品在我的眼中 手機也是毒品 咖啡也是毒品 珍珠奶茶也是毒品 雞排也是毒品 因為你只要依賴他 你一天沒有他會死 那個都叫毒品 所以愛情也是 心愛也是 這些都可以成為毒品 它非常廣泛 所以管制類藥品就管制類藥品 毒品是毒品 現在有很多人 嗯 就瞧不起人家 你吃毒的啦 你沒烤啦 沒骨氣啦 你吃藥的藥的藥的藥也沒用啦 沒有啊 你拚人一直搓一直搓 阿粉一直搓一直搓 你有什麼主機說別人 你們依賴都是同 你們依賴的是不同的東西 但是你們都有依賴的失誤 你也在中毒 你有毒癮啦 所以我在會講說 這些東西對我來講 都是毒癮 我盡量要成為一個 不被這些物件控制的人 就我 第一個我已經不會被管制類藥品控制 因為我覺得那種就沒有什麼好玩的 然後再來我也盡量不想要被 手機阿 或者是金錢阿 比如說物質阿 我不想被這些東西控制 欸真的欸 你看我這陣子的關臉書 就為了小飛翔過世 我很傷心嘛 我現在關了三個禮拜 我現在很自然欸 你就沒有被臉書制約阿 對啊我就不會去看誰給我讚阿 或是誰給我留言阿 是啊一個酸民講你 然後你就難過的半死 對不對 什麼東寶蝙蝠夾 滿嘴髒話 然後怎樣怎樣 憲哥又欺負你 根本就是露魔 對不對 說出什麼有的不 竟然要去看我這裏不去的嗎 白痴一樣 對啊 為什麼會有人拍這種紀錄片 白痴死的這樣子 然後我看了之後在那邊 難過半天 幹嘛啊 他誰阿 不就路人假嗎 對對對 小粉紅阿 你做什麼都會有這種人跑出來阿 你做再好都會有這樣子的人出來 一定要酸兩句阿 你知道為什麼我現在改做Podcast沒有影像 就是個大神阿 覺得自己多有學問 看他媽的又不露臉了怎樣 我毛起來講阿 對不對 你就不要去看我怎麼樣哪個什麼臉部抽動阿 什麼哪裡有調阿技 我穿的內衣都可以跟你講 臉變大都沒關係 對啊 就是這樣不是嗎 什麼人都嘛有 我們就是慢慢慢慢的 因為年紀到了一個程度的時候 就真的可以放下很多事情 對 比如說我覺得我不想被這些控制阿 我要做什麼我就是要做阿 我就是要做一個開心的自己阿 但是我覺得人齁 很難不批評你知道嗎 我真的是繞英文有時候蠻雞巴的 人很難不批評 你繞英文沒關係你要翻譯 好 因為我英文很壞 好 就是你很難不批評 因為實際上像我聽Podcast 很多人就自己口齒不清 甚至於會螺絲很多 或是講的不對他又不更正 或是有bug他又不減掉 我就會開始批評 我真的人的毛病 其實我自己自表我很多 但是我覺得就是要約大家來多一點言堂 不要只有一言我就會有進步的空間 那我相信其實火山哥也是經常檢討自己 秘密應該也是嘛 或是檢老哥也是這樣 因為我們不可能什麼東西 盡善盡美 但是就是引為借盡嘛 譬如說今天嘟到什麼 然後我們就是在Podcast裡面講 有聽到的人就有一個陪伴感 喔對齁 你看人家都是用這樣的哲學 這樣我嘟到的東西沒什麼嚴重 你就會比較療癒啦 真的真的 所以我們現在 我們回到剛剛最初在講的就是說 我們生命中 就是那些 對啊 就是 逐漸在離開我們的朋友 因為我們已經到了一個 朋友會一直離開我們的年紀 真的 對 所以我常常會想說 他到底要留下什麼 我覺得很重要 他走了 人走了 他留下了些什麼給我們 就像小飛俠這樣子 我跟他認識 又好像寄過一次面而已 對 要送我一本職 明天有餘下的一段魚 這樣 啊我就回去念他的書 啊我發現說 哇他是一個 很值得我尊敬的一個生命的鬥士 我跟他的交情 沒有喔 我幾乎是沒有 就這樣子一面吃遠而已喔 對啊 可是我看完之後 我覺得說 欸好 既然是這樣 我們本來要有機會可以合作的 可是現在我們已經分隔兩地嘛 好那我就來轉換一個方式 就是我可不可以行他的道 比如說我可能經過他的家人同意 然後就是說 欸小飛俠的一些理念 我可不可以把它融入在我現在的生命教育裡面 我可不可以拿小飛俠這個人 比如說他有肖像的問題 可不可以用他的照片也好 他的書本裡面的名言家具 然後我們來 就是叫化我們的 這個 其實法律面要跟大家講 就是人往生的時候就是公共財 但是如果我們今天形容他 就只能講正面 不能侮辱死者 當然當然 所以沒關係 就是我們拿來做生命教育 我們不是拿來練財 那都可以啦 是是是 那我們還是尊重這個 這是 未亡人的家屬 所以 哪些人會比較厚厚 去思考這個問題 其實他的家屬 下次可以約來跟大家一起錄 因為大家現在會比較忙 他也跟我合作幾集的podcast 他就是一個非常 陽光正面的一個 Lily 對我直接講他 那因為其實他 遇到這件事情他非常的坦然 他覺得時間到了 就是要處理這些事情 那就是 無論是他走 或是可能是 小飛俠先走 總是要有一個人處理 那因為剛好我們在錄這一集之前 也有提到這個嗎 我們是不是 到時候要寫的意見 那像我有一句話沒聽 我沒有聽到 我們沒有機會記憶 因為我兩年前也一張大杯 他先叫我 簽 病危通知 病危通知 所以你看這種東西 誰會走真不知道 運氣好 你看那一天真的 我陪他一起去的時候 他很開心 他也開始跟我講說 我也很開心 他說我們一路去捷運站 說火山就讚 喔今天這樣不要騷擾來 對 我那天還想說我沒有跟他打招呼到 可是沒關係 因為我們還有 今天要錄影 我再跟他打招呼就好 因為那天人太多了 真的真的 所以小飛翔這樣子 告訴我們什麼 就是愛要及時 對 因為他那天本來要去按摩的 他有在做物理治療 那時間排成禮拜天 他禮拜六的活動 回來之後他就跟我說 接下來我們還有哪些哪些 也是非常開心 結果計畫趕不上變化 但是我覺得也無所謂 因為有時候人生就是 你要面對這樣無常 你要跟無常相處 對啊 所以我們等一下結束之後 回去趕快都各自打一通電話 給我們心愛的人 對啊 像剛剛你們講到生離跟死別這件事情 像對我來講 我就沒有這樣子的敏感 因為剛好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跟他剛剛火山哥講的那個 是完全相反的 我的爸爸會告訴我說 你人生要吃很多種菜 你不能只吃一種菜 如果你只吃一種菜的話 你實際上沒吃過 你以後就吃不到了 你要多吃一些 你才能結婚才能嫁人 沒有 你桌上有青州小菜 有牛排有什麼 我爸爸一直是這樣子的 所以我對於他 像他離開我 他在我24歲的時候離開我 我們常常促心長 跟我們一樣耶 我爸也是在24歲 然後我爸跟你爸哥先一樣 我覺得像我們這樣 我是這樣長大 就是他在24歲離開我之後 我當時也很難去理解 他以前告訴過我 因為我們常常促膝聊天 就可以聊到很久很久的時間這樣 然後他常常跟我講說 他有一天會離開我 那我應該要去面對他 就用一個健康的方式去面對他 一直帶來是這樣 可是因為沒有到那天 我們都不曉得什麼樣的感受 可是事實上 我現在 今天的話題就是 我們對於生離死別這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 我可以把他想的 他就是在彼岸 他其實從來 我到現在 我每天在跟我女兒講話的時候 我幾乎都會講到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怎麼教育 我會怎麼教育 請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